紫阳公园形象宣传片 精彩每一天 今天上午 紫阳公园 敏中兄弟现代物流程 游戏火车站站前广场三大工程相继建成投入使用 在游戏调研的市委副书记于鸿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小华 县领导武斌 杨永生 林斯文 周培春及在家的四头班子领导参加了项目的竣工仪式 县长杨永生分别在紫阳公园 敏中兄弟现代物流程 游戏火车站站前广场 三个项目竣工仪式上致辞 总投资2.5亿元的紫阳公园 是我县城市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城区1500亩的空间里 建设有文工湖 游泳馆 文工戏院 紫阳民院 魁心阁 浮明宫 观音店 新城楼 夜景等工程 是我县集文化 集会 休闲 运动 生态 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性开放式公园 紫阳公园 自投入使用 成为广大市民游玩 休闲 娱乐 健身的重要场所 极大的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 今天竣工的敏中兄弟现代物流程 一期项目 是我县物流园区开发建设引进的首个项目 目前 该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3.4亿元 建设沙帽物流用房7万平方米 一期公路港项目建成运营 建材家具专业市场全面竣工 敏中兄弟现代物流程的竣工 既开启了福建敏中兄弟现代物流程有限公司腾飞的新起点 也推进了我县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壮大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起 承载着游西人百年铁路梦想的游西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工程 今天顺利竣工投入使用 游西火车站站前广场工程总投资2.2亿元 建设内容包括长途汽车站 公交车站 近站道路 站前广场 生态公园等 是游西整个县城的交通枢纽 电站宿 健康站